台灣歐洲努力麥蒙與40位民間業者附入拼觀光 兩岸關係持續冷冰冰 台灣留業業者自組推廣團 全台一半以上的樂園業者都來了 我們其實現在就是說路客有稍微減少了 那其實我們推廣這部分就是想要讓大陸的民眾 能知道說其實日月潭很漂亮 我們台灣都還是歡迎你們來我們台灣玩 往年的話大概最近是少了將近一半 將近一半 對 那下半年有什麼 下半年的話目前來說還不是很好 路客持續下滑 業績至少掉五成 這讓兩岸旅遊業者很有感 為了拼身近 台灣由北到南主題樂園業者扛起先發重任 鎖定對岸自由行的旅客 盼能吸引路客來台體驗 但路客限縮 大陸民眾熱情似乎累結 不可否認 肯定會對一些大陸的遊客的話 會有一定的疑慮或者是對於包括像這三國性假期 可能有些計畫安排的話 因為我周邊可能有些朋友 本身會去考慮去台灣的 那現在可能會有一絲疑 主要路客來台一年佔了四百多萬 但事實上到主題樂園非常的少 大概佔了百分之五 台灣的主題樂園的百分之五 那我想我們今天來主要是推這個自由行的部分 雖然卯足全力 附入平觀光 盼能增加曝光 拉回信心 但此時卻傳出本來邀了30家大陸媒體協助宣傳 卻不見人影 先前也傳出陸方採取三部政策 對於台灣旅遊的景點 不參加 不採訪 不報導 讓台灣旅遊的能見度降低 這場推廣宣傳會能有多大效應 能見業者也只能先 騙看看 記者林欣欣的影片於上海採訪報導